哇 哇 侧墨扇了点 因为我想让它有一种编语 小林玩具 你知道最近非常流行 做小马宝丽配色的漆扇吧 我知道啊 小派也做过 我今天也想挑战一下 但是我要挑战不一样的 我要做一个流体化扇子 流体化扇子 流体化扇怎么做 你做过那个流体化小熊没有 做过 就跟那个差不多 OK 那我们现在赶快先来选角色 小马宝里面的 我喜欢那个紫月 那我就选云宝 云宝 那这两个做出来配色 应该都会很好看 那就赶快挑战 紫月的话呢 一般就是粉色跟紫色 用的比较多一点 那我要用蓝色 对云宝是蓝色 而且云宝的那个尾巴上面 都是那种彩虹色的 就是有红色有黄色什么的 哇这个粉色好漂亮 哇颜色好漂亮啊 你看 搅拌一下 哇好像淡黄 那我来调一个稍微浅一点的粉色 然后更新的粉色 好像是没有白色了 哇好漂亮 OK好了 我觉得现在差不多就可以开始做了 你就烤了 嗯哼 你只需要两个颜色 对 好了 我也调好了 哇我还是第一次做这个流体的 啊它那个粉色很漂亮 哇 哇 我这个流得下去吗 我都有点担心 你看我这个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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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真的是玉树啊 这已经很漂亮了 你看我这个 哇 像它斜着的 对 它是那个稍微有一点点 因为我想把它弄这种渐变色 对 哇 OK 现在我就立马呢 再用这个粉色来一次啊 看看会是什么效果 哇 就是让它丁上去的 对 我是真的是流 流体上真的是 让它流下去那种感觉 哇 哇 好漂亮啊 这个 这个流体的那种感觉 它是酸到我有点像泼墨 有点那种泼墨上的感觉 因为我想到它有一种边缘 我还做了一个稍微浅一点的粉色 咱们再来看看 哇 你这个也很好看 哇 真的是云宝的配色 这黄色比较多 下面这个留下来的也很好看 哇 你看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 怎么样 然后现在我们把它晾干 哇 哇 我们的这个流体上 非常成功 你那个好像那个莫奈的画风 印象派 对 就是这种 哇 我好喜欢这个配色 看看我的 我这种是半透明的 我觉得流出这种透明的是比较好看 现在我们就可以来贴贴纸了 这是紫月主题的 先贴一个紫月在正中间 好了 我的大概就这样了 蓝色的话我就要这个 我的云宝扇也完成了 好了 今天我们挑战的 小马宝丽配色的流体花扇子呢 就已经完成了 给大家觉得哪个颜色更好看一点呢 反正这个流体花真的很好玩 可以做一个系列了 没错 下次要做什么呢 让我想一想